-In the deep 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 -You can call that mental freeze -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 -Hello大家好,我是小春 -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-官方DC频道里面预告了春节即将开放王源姬的消息 -王源姬在日陆两幅的评价相当的出色 -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会全部的超强增伤司马懿 -那王源姬具体到底是一只什么样的武将 -咱们废话不多说,直接开始介绍,Let's go -介绍技能之前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-王源姬的获取方式是特定的抽奖池 -所消耗的抽奖资源是幻星以及课金 -所以如果打算在抽奖池拼元姬的朋友 -记得囤一些幻星 -元姬抽奖池结束之后 -元姬会下放至普通SSR里面 -武将招募,三顾茅庐,SSR选择包,武将拜访,拍卖皆可获取 -如果有幻星压力的朋友 -不妨等到抽奖池结束再慢慢囤吧 -我们先来看王源姬的羁绊 -上阵至少三种职业的武将 -王源姬提升15%的怒气恢复速度 -进入战斗时,使自身以及同列武将最终减伤提升30% -持续三回合 -非常容易启动的羁绊 -而且还能提升同列武将最终减伤30% -你们想看看 -在没有下活蹲换武的版本里面 -姜维是不是异常的脆弱 -那如果你的王源姬跟姜维同一列呢 -那就提升了30%的减伤啊 -是不是非常的实际啊 -而且王源姬老实说 -他也是姜维的好伙伴之一啊 -怒气攻击攻击敌方一列 -造成168%物理伤害 -并给目标施加两层预言 -预言的效果是 -普攻或怒攻前根据当前怒气值损失血量 -每拥有50点怒气损失1%最大血量 -最少损失4% -最高损失王源姬最大生命值40% -每次最多触发一层 -每生效一次减少一层 -这一道就是王源姬最大的特色 -简单来说 -你中了王源姬的预言之后 -那你出手前就要扣除自己换算怒气值的最大血量 -这一招真的超级恶心的啊 -你想看看 -你在出怒攻的时候是1000怒起跳嘛 -1000怒起跳最少最少你本身就会扣20%的血量 -等于说不管你在意的敌人都是需要先吃这个真实伤害啊 -而且还会发生一件最尴尬的事情啊 -比如你800怒好了 -那你出手前是不是就会扣16%的血量 -那你出手后怒气满一千 -你再接着怒气攻击 -那又再损失20%血量 -等于说你至少已经损失了36%了你知道吗 -是不是一个特别嚣张的预言技能啊 -二星最终减伤提升16% -三星每通过预言对敌方武将造成一次伤害 -施放一次风华 -风华的效果是 -使我方生命值最低的两名武将恢复 -王源姬攻击力42%的血量 -自身获得护盾持续两回合 -可吸收本次技能总治疗量40%的伤害 -简单来说王源姬出怒攻之后留下了预言 -在敌方攻击的时候会发动嘛 -发动的时候 -王源姬就可以充当一只捕师 -治疗我方血量最低的两名武将 -是不是超级神奇的 -能攻能守又能充当捕师使用 -重点是在治疗队友的期间 -自身还能获得40%的等价护盾 -超级猛的啊 -四星生命值增加24% -五星王源姬每次怒攻和预言造成伤害时 -会累积伤害值 -下次施放风华时额外造成累积伤害时 -50%的额外治疗量并清空累积 -最多不超过自身最大生命值的50% -这要简单来说 -你可以把王源姬想象成两只不练师同时在场的情况 -光风华累积伤害力 -你们想看看 -如果再搭配姜维 -那姜维到底有多硬 -是不是非常完美的一只搭档啊 -UR觉醒 -风华治疗量提升20% -且施放获得的护盾不可驱散 -是不是 -这边又提升了20%啊 -这根本就是个超级奶妈吧 -UR三火 -预言造成的真实伤害提升50% -最高不超过王源姬最大生命值的60% -该效果不可被驱散 -你看 -刚刚一直在介绍治疗类的东西嘛 -结果到UR三火之后 -他的伤害力又提高50% -重点是真实伤害哦 -真实伤害提升50% -这个超级强悍 -能攻能守能补血 -请问这一只还有人会嫌弃他吗 -然后又长得漂亮对不对 -UR五火 -王源姬施放怒攻 -以及预言累积的伤害 -额外的累积伤害值 -和治疗量系数提升至75% -上限提升至自身最大生命值的75% -只要简单来说就是把王源姬推向成为一个超级无敌霹雳强的打手 -王源姬最大弱点就是他有暖姬时间 -在他暖姬的时间只要被王源姬施放预言的人 -只要拼命的攻击 -拼命的怒攻 -那王源姬的攻击力就会累积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 -有的时候在场上你会看到王源姬一出手就是秒人 -就是这一招的关系 -超级恶心的啊 -简单来说王源姬的评价就是T-0啊 -基本上是必抽不可的角色 -甚至在你往后推三合关卡的时候 -出场几率也是非常之高啊 -而且这只搭配姜维 -甚至搭配歇徐山的诸葛果 -常常有人称为这个铁三角组合叫做果元姜啊 -果元姜听起来是不是很可爱的名字 -这一只的评价就只有必抽必拿必获得 -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啦 -我是小春 -咱们下次见 -拜拜